阿弥陀经核心讲记 静宗法师 我们重温一片阿弥陀经的核心 不可以少 善根福德恩怨 得生彼国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文说阿弥陀佛 执持名号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若四日 若五日 若六日 若七日 一心不乱 其人临命终时 阿弥陀佛与诸圣众 现在其前 是人终时 心不颠倒 即得往生 阿弥陀佛 极乐获土 上一集 静宗法师 引用了观经 和其他经典 作为例证 他讲解了念佛 是多善根 多福德 今集 我们会引用其他经典 例如大悲经 列盘经 争一阿弥陀佛经 争一阿弥陀经 和大智道论 再讲解 念佛 是多善根 首先我们读一读大悲经 大悲经里面有提到 一清佛明 一清佛明 以示善根 入列盘界 不可窮尽 意思就是说 只要你一清 南无阿弥陀佛 他的善根 立刻可以令你 入列盘界 成佛 因为成佛 就叫做得大涅盘 而且你成佛之后 他的功德 都仍未用尽 还有剩 所以 我们叫这些做 不可窮尽 念佛 可以能够令到大家 成佛有余 正如近代的印光大师说 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念得熟 成佛有余 不学他法 又有何陷呢 很清楚讲到明 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如果你能够 尊念 熟念 成佛 已经有余了 就算你不学其他法门 都完全不会有遗憾 本来佛 是圆满的境界 他没有东西是不足够的 也没有东西是多余的 所以说 一句佛号 他的善根福德 是无穷无尽的意思 刚刚提到 一清佛名 以示善根 入涅盘界 不可窮尽 这样的善根 真是不可思议 所以说 佛名 是无上善根 无上福德 是无穷无尽的 能够令到大家 直入涅盘界 意思是说 可以令到大家 直达 极乐世界 去到 极乐正途 接着来讲一下 《涅盘经》 《涅盘经》里面提到 《涅盘经》 一月之中布施一切众生 所得功德 不如有人清佛一口 功德过前 不可较量 意思很明显 如果大家将你的宝库打开 任人拿 布施一切众生 这个功德是很大的 福德是很大的 虽然有这么大的福德 都不及人家念一声佛 这个念佛的功德 是远超过 你们去开这个宝藏任人拿 是没办法比较 没办法比量的 我们再讲一下 《曾一阿含经》里面提到 四是公养 严浮提一切众生 若有清佛名号 公养严浮提一切众生 简单地说就是地球上的一切众生 他们所有的生活用品 都由你一个人供养 你想想你所得的福 是很多很多的 通过经文的比较 通过经文的比较 可以说明 一千年 一千里 一千里已经很大的了 十日是一万里 那就是说一个月是三万里 一年是三十六万里 要经过一千年 你试想想它走的范围 是多么大 而经文里面提到 地下满中七宝 意思就是它走足一千年 它所经过的地方 全部都是七宝所组成的 而这么多的七宝 全部用来奉屍于佛 用来供养佛 它得到的福报大不大? 多不多? 当然是很大 当然是很多 相反 不如有人于后恶世 一声称念阿弥陀佛 祈福圣彼 意思就是指我们这一班 在释迦茅尼佛灭道之后 身处在这个五族恶世 这个没法时代的众生 只要我们能够 清念一声阿弥陀佛 它的善根福德 已经远超过 行足一千年的七宝去供养佛 大家可想而知 这句佛号的功德是多么厉害 所以说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六字名号 是多善根多福德的 大家学习到这里 相信念佛 应该有信心 不会再因为担心 一句念佛 好像空荡荡 那样 心就拖拖拖 常在想 哎呀 念佛行不行 其实 念佛 是最好 如果真的还没想通 有什么办法 我们再讲一个比喻给大家听 比如说大家要过海 对了 搭一艘超级航空母船 如果你想 这个过不过海 不如我再加多一艘小小的船在后面 防备一下 万一航空母船沉了 我都还有一艘小船 定一定 这种思想 是绝对不符合逻辑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航空母船都过不了海 你猜一下你的小船过不过到 有这个想法的人 因为他完全不认识 什么是航空母船 什么是船仔 我们要知道 如果连航空母船都过不了海 船仔一定过不了 他们把航空母船看得太低 把自己的船仔看得太高 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 如果这样比的话 念佛就好像坐阿弥陀佛的航空母船 如果大家怕念佛 去不了西方的话 再加上一些习行习修 就好像说我们要预备多一艘船仔 就是怕如果我们不能够往生 都要靠这件事补一补 意思就是他们觉得 六字名号的大远船 如果救度不了我们 靠我们修行这些少少 去补充一下都好 这个道理也是完全不符合逻辑的 如果念佛的航空母船都不行 这些习行习修的船仔又怎么办 所以念佛是决定往生之道 有些人喜欢习行习修 是因为他们把阿弥陀佛的名号看得太低 把自己习行习修的功德看得太高 也都是他犯了两个很严重的错误 说到最后是希望能够让大家 专心地集中在六字名号上面 我们不是说不用行善积德 这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这两样东西是我们佛教徒应该做的 只不过是不要将我们凡夫所做的 有留有违的习修习行 将他凌架在六字名号的功德之上 因为这样实在太不自量力 根本不了解六字名号的殊胜功德 我们总结之前的几集所提到的十段经文 是一个很确实的证据 每一段都铿窗有力 全部都是佛金口所说的 我们是佛教徒 要信佛 不过信佛并不容易 因为我们始终是凡夫 很多时候都有执着 要信佛怎么信好? 最简单的就是佛怎么说 你就怎么信 这些才是真智慧 佛说明念佛能够往生 你就不用一个问号 说念佛真的能够往生吗? 就好像你去跟张三说 张三啊 释迦牟尼佛说念佛能够往生 你说能不能够往生呢? 张三就会说 嗯...我看来也未必可以 那我听下你的意见 李四你又怎样看? 不是啊? 如果李四都说 嗯...我都觉得... 问问的 那到底我们是信佛呢? 还是信张三李四呢? 你去真的问一万个人 他都说 我只是念佛不能够往生的 但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说明 一向专念彼陀名号 必生极乐 结果我们不信释迦牟尼佛 反而我们相信是张三李四的凡夫俗子 这样是因为我们完全没有智慧 所以说信佛很简单 佛怎么说 你就信了 你能够马上相信的人 你真的有智慧 信佛 其实不需要其他理解 也不需要你读得很多书 佛怎么说 你就怎么信就可以了 释迦牟尼佛 在阿弥陀经一开始已经说 从事西方 过十万亿佛土 有世界 明弱极乐 祈祷有佛 好阿弥陀 十万亿佛土之外 有极乐世界 你根本看不到 你用个超级望远镜 都看不到 如果你相信 就相信了 并不是说你是教授 才相信这句话 也不是说我是老百姓 一粒字都不懂就不相信 只要你相信 就可以了 因为信心 是智慧的体现 同时信心 都是力量的体现 能够相信佛讲的说话 就代表你有真智慧 有大力量 就算一个人有多少学问都好 如果他不能相信佛讲的话 他的心始终都是圆弱无力 我相信 他不想念 他不相信 他们都不相信 你会说 他不相信 我相信 你会想念